大家好 我是金铭大爸 今天来到了这个高田马场 大家看这边在大兴基建 好 今天就是来这边吃一个中餐的放蹄 高田马场这边也被中餐占领了 今天那个上也差不多了 实在是已经被完全占领 这边好像有很多学校 就是留学生挺多的 所以这边应该会有很多便宜的就是餐厅 明显感觉这一块就那个餐厅好多 在这哪找到 今天呢就是吃这一个小菌干串串香 放蹄90分钟980日元 我觉得这楼梯跟天梯一样 好 由于拍的视频找不到了 下面大家听我看图说话 那这里呢就是980日元90分钟有8种煮菜 然后还有一张菜单上面的菜也可以随便顶大概有20多种 那基本上尝过之后的味道呢就是厨师特别舍得放盐 那么980日元还要啥自行车呢 我就吃了这样的两盘就走了 在附近呢可以去试一下 没有必要专门赶过去 这个高天马场转了一圈发现这家年轻人 特别是学生 非常非常多 然后这边的就是房租房价什么的虽然很贵 但是其他的生活方面的这个花费好像挺低的 像是我刚刚路过的几家这个餐厅啊 300日元的炒饭什么的 是我来东京之后见过最便宜的炒饭了一个 就特别便宜 可能就是因为学生多 所以这些日常生活的消费品都挺便宜的 然后房价贵是因为这个 他这个在东京租的位置这个没办法 另外这边的地形的话就是感觉铺比较多 全是铺 这个地方应该就 那边是坡四面八方全坡 然后那边下坡 就我我 从下来出了车站之后走的这几条不同的路 没有一个是平的 全都是有坡度的 这里离那个早稻田挺近的 然后就有很多这种预备校 早稻田预备校 另外这边大学什么的 专门学校也很多 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吸食 各国家的留学生都挺多的 特别是东南亚的 有很多东南亚的一些物产店餐厅 我这又有一家 这是中国和越南的物产店 然后我去看到200元的衣服 200日元的衣服 每一手 而且又有一家中国物产 这是什么呀 祝你实现未知的自己 学部大学院艺术类升学 学部大学院艺术类升学 留学生进学书 完全中文的 真的是 过求米线 完了 有钱可能就直接来 来日本上私塾完了 然后再考大学 现在这样 这边越南料理也挺多 然后米线啊 包括这个越南法包 各种各样都有 对面有个四川的一家是关门的吗 这家超市在我那边也没有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水果 日本水果的价钱 哈密瓜780 然后西瓜是680 980 小的西瓜 然后这个大西瓜就是1980 超市的一半的价钱 相应9.99 就便宜了 基本上就是一般超市的一半的价钱 哇 这个超大的西瓜2980 超级大 这个又一家越南餐厅 反正这个街除了这个中 中餐啊 中国物厂店之外就是 越南餐厅 越南的店没有多 然后还有一些东南亚的 其他的像泰国外面 店啊 这些目标的店也有 我家的店也有 我家的店 我家的店 我家的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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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晴天的天又开始热起来 昨天下了一天的雨 今天早上的时候 天气还很凉快 二十多度 现在估计又要 快三十度了 ernst 这些轮 这里要我们学生贷款 其实好多日本大学生上学是真的要被学生带着自己贷款交学费上完大学 然后完成学业之后找工作赚钱再还当时上学时候的贷款 日本的学生上大学的贷款的话 很多是比如说几年之内没有利息的 你毕业了之后几年之内还清就可以了 一堆的动画人物也不知道谁是谁